最靚仔居然是他們? 我真的要這樣做 真的要休嗎? Hello 各位富哥大家好 我是富南 Like Share Comment Subscribe 頻道才對 MIRROR 中誰最靚仔 一直都是鏡粉爭論不休的問題 今天竟然讓我找到網站 是測試一個人有多靚仔美女 是不是Beautiful or Ugly Pretyscale.com 所以今天我就要來測試一下 MIRROR 中誰最靚仔 我自己有多靚仔 他們是不是每個人都比我更靚仔 事不宜遲 Let's go 現在就上了這個網站 我就找了MIRROR那張 One and Law 演唱戶 Poster 因為那張照片裡面 他們每個人都是正面 比較適合用來測試 選男生 選擇拍照 最紅的姜B 這張照片真的很合適 OK 按住Shift 就可以旋轉畫面 OK 大概是這樣 Gumby B 然後就把眼角位置放在眼角 另一邊的眼角 這個是眼尖的位置 另一邊的眼尖的位置 下爬位 姜B的臉也有叮叮叮叮 我也有大小臉的問題 如果有贊助可以找我 幫我解決這個問題 一定有很多人找你 拳骨位置 拿姜B來做一個標準 看不出他的髮制線在哪裡 嗯 先擋住這裡 鼻枝鼻翼 嘴唇中間位 嘴角 另一邊嘴角 咦 來了來了好緊張 姜B只有61% 怎麼搞的 肯定不准 我們姜B這麼帥 也不要緊 我們循例 測試其他成員 我最愛的Anson Kong Anson Kong也算是MIRROR中供應的帥哥 AKBB究竟有多帥哥呢 挺微青木獸 真是 很難tune 讓我試一下crop 逐個crop出來 之後我們就重新測試一下 我要還他一個公道 好 我們正式開始 開始了可以 開始 開始 心跳 好 那我們一樣都是由姜B開始 咦 立刻順利多成事 姜細一 姜B的結果 蛤 蛤 蛤 姜B只有55% OMG 很明顯這個是不准的 如果一間TEST我 我樣子衰 他用到 Crop了那麼多個出來 照TEST 接著TEST我AKBB 蛤 AK只有62% 傻了嗎 我們再TEST一下膠質 眼線 讓我不知道 他的眼尾究竟在哪裡 靠紙的額頭在這裡 好像隱約看到他上不太順 哇 80% You are pretty 活該你有那麼多神圖 如果以外國人標準來說 我們試一下最像外國人的LOCKMAN 試一下是不是真的 外國人會用外國人的標準 糟了 我一定很不英俊 其實LOCKMAN也真的蠻英俊 我剛好拍的時候 已經覺得 哇 這個這麼帥 為什麼不紅 我想他還不夠紅 是因為他 人太好 這些機會給隊友 這麼好的人 哪裡好玩 才可以的 不過LOCKMAN的耳朵都蠻鬆 我也是鬆功耳 清楚明顯的法制線 LOCKMAN 73% 究竟MIRROR裡面 有沒有人是帥得過 教主的呢 我們馬上TEST一下 我覺得最帥的Frankie 哇 神經病 想起Frankie 就想起他能夠取緣的硬梅 差不多 這樣都說不英俊 真的可以去死 神經病 很理解 幸好Frankie也有82% 這樣都好像有一點準確 但我覺得比AK和German B的分數實在太低了 下一個哪個好呢 Jer 如果Jer很英俊的話就好笑了 但Jer這張是認得挺英俊的 Jer也有68% Jer竟然英俊 AK和German B OMY GOD I don't fucking believe that OK 我們試試下一個 Sedan Lee 看來看 想起以前的人說他好像倒閉 Stan Lee竟然是88% Stan Lee Stan Lee是最英俊的 OMG 真的是顛覆認知 Theromy改造員的髮型真的蠻棒的 我覺得他也是適合走妖美的路線 因為香港能夠持續的風格的人 這類型的藝術比較少 所以當時他強行要自己出夢兒 其實我也覺得應該聽花姐話 Theromy有79分 是一個很受歡迎 改造完之後有超級多的陳卓健 其實這個跟拍照角度都很有關係 好像AK和Ian都有點惡高了的頭 令到比例上的鼻子就短了 Ian有85% 但竟然沒有人贏到Stanley E先生,漂亮嗎? Theromy, I love you 只想走一個步 達到我的天空 最年太一步 不只那可照 Edan只有67% I'm sorry,鬼咳屎 這個app不准的 不用信 下一個 老虎仔 老虎仔 那種charm 真的越看越charm 尤其是看完調教你MIRROR 覺得他越來越棒 他是那種 你要靜靜地欣賞他 然後慢慢滲出來的charm 老虎仔 老虎仔有77% You're pretty 好了,最後一個 就是這個elton 不是,最後一個是我 哈哈 曾經我會真實 老虎牆 有正好 elton有80% OMG 竟然是冷門 最帥哥居然是他們 OK 最後 來到我自己 看看我可以帥哥 比誰 然後就會被鏡粉圍攻 究竟有多帥哥呢 啊,臉很肥 很肥 以前不是這樣的 唉 要努力減肥之後再拍過 還要帶西面金業作 OMG Oh fuck 哎呀 不應該選張笑 因為笑了 比例就錯了 我只有60% I mean so ugly 看看有沒有一張不笑的 好大個欺人圈 不明白為何自己從日造星會輸 大家看到這對眼睛很小 49% 我想哭 不然為何自己在造星第一回合都贏不到 好,我最後決定task多樣東西 如果按照它原本default的比例 究竟是否真的一個100%的帥哥 OK,不要緊,我就卡這張照片 就用回 就用回 其實只有64% 蛤 用回自己最漂亮的照片 好生氣 換回自己以前瘦的時候拍的 以前真的很瘦的 我曾經 好,決定試試用很瘦的樣子 看看是否真的比較帥 終於明白什麼叫自取奇 好,看看那次 嘩,真的瘦到 瘦一點看了 眼睛都大一點 可憐 但大小臉的問題 一直都沒有解決 所以唇都是這麼乾 這是這麼多年都沒有變的 哦,原來以前真的比較帥 以前有72%的 那就是我真的要努力減肥 試試我現在 啊,這一刻我立刻自拍一張 看看一個 啊,究竟又會不會有分別 OK 啊,其實跟相機的角度 真的要這樣自取奇 真的嗎 真的嗎 感覺是不斷冒浴感自己 哎,何苦呢 為什麼要想過這樣的測試呢 哇,這樣一看就像是很醜 啊,好想去做拍骨啊 想拍正面 好愛著我 不服務一點 完全幫表面露視美越線 用壓於可材和酸 你用壓瘋溫暖 我曾有可用我的追 62%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測試了 那發現這個AI的比例 其實是完全不准的 我們姜B和AK 哪有可能這麼低分才行 我低分就說正常 所以這些APP也是玩就算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把連結放在Description 大家也可以去玩一下 如果大家有興趣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LIKE! COMMENT! SUBSCRIBE! 記得按鈴鐺 那我們下條影片見,BYE! 後傷害一下 後庭 我們穿了 再談一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